嗨,我是宝可梦 这是我手上的中暑税税单 你拿到了吗? 2023年的中暑税到底要怎么讲 才能够省下最多钱 赶快来看看吧 首先要讲的是 免税额跟标准扣除额 其实是有所更动的 2021年是8万8 2022年调升了4000块钱 拉到了9万2 标准扣除额的部分呢 2021年是12万 现在往上调升到12万4 而薪资特别扣除额 跟身心障碍扣除额 则是由20万调升到20.7万 总的来说呢 这个免税额由40.8万 调升到42.3万元 如果你的年收入低于42.3万元 你是不用缴税的 那你应该要缴多少税呢? 我跟你讲 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登上财政部的网页 进行试算 你就会知道 你总共要缴多少钱的税金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你也可以参考我的文章 其实我都已经有写好了 找中间的QR Code 就可以完整阅读 我的综合所得税的拆单技巧 还有缴税攻略 2023年的众所税 到底怎么缴省最大 首先要讲的是缴税方式 缴税方式一共有四个方案 第一个呢 ATM转账或者是现金缴纳 这个呢 没有额外的回馈 所以我就不推荐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PayTax 线上缴税 或是台湾Pay 你只要在国税局的网站呢 进行报税之后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叫你 线上刷信用卡 只要刷信用卡 就可以享有 银行推出来的活动优惠 但是呢 卡片的基本回馈是吃不到的 如果你要吃到卡片回馈的话呢 请你要用第三种 也就是超商代收税费的部分 你可以搭配超商的行动支付 再搭配信用卡来做缴税呢 不限次数不限卡别 你就可以吃到卡片的回馈 第四个呢 是超商的点数 也可以拿来做折底哦 我们在最后面呢 会有范例的部分 首先要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刷卡缴税 会不会被收取手续费呢 这个答案是 99%都不用缴的 没手续费的银行呢 我这边有帮大家列出来 基本上全台湾的银行 应该都是不用缴缴手续费的 只有少数有一间银行要缴 就是乐天信用卡 所以请你千万不要用这张卡片 来做缴税哦 因为没有额外的活共之外 你居然还要缴交1%的手续费 不足20元还要收20元 到底要怎么缴比较好呢 以你的缴税集聚 来做一个推荐排行榜 台湾Pay再加上八大公股行户 你可以拿到最高250元的回馈 像第一个台契营的Hockey数位账户 他其实给你的是2500点的台湾Pay点数 相当于250元的现金回馈 第一银行跟彰化银行 也有推出送你200元刷卡金的回馈活动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官网 扫我们下方的QR Code 完整的阅读相关的活动资讯 这边特别推荐的就是台湾Pay搭配 Hockey数位账户 这个Hockey数位账户非常的可爱 也请你就是可以扫左边的QR Code来开户 活动期间是1号到31号 2500点的台湾Pay红利点数 相当于250元的回馈金 可以折抵下一次的消费 如果你在这个活动期间来进行开户 并且缴交牌照房屋或是纵索税其中之一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1000点的台湾Pay红利点数 相当于100元的回馈 最高可以拿到350 再来缴税金额介于1000块到3万元左右的 我这边有做了一个排行榜 你可以透过国税局的15G拆单服务 把你的缴税金额划整为0 在超商分次缴纳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馈 这也是很多记者在询问我的时候 我会推荐的从最低2.1%回馈到最高有10%回馈 大家都可以参考 第七名是玉山数位e卡 活动期间登录一次 你就可以每个月刷2000块 拿到100刷卡金 拿来缴交税费包含众所税 也是符合资格的 这个QR Code是全英加配的开户QR Code 有兴趣的话呢 请你先扫码QR Code就可以进行开户了 第六名是台信银行的 GoGo World Rewards联名卡 你只要直接刷或者是绑定支付 在四大超商都有10%的点数回馈 所以你只要消费或是缴费400元 你就可以拿到40点的GoGo World Smart Points 你只要每个月有去做消费 每个月有点数进账 它就不会过期了 免年费门槛很简单 申请电子账单或是行动账单 而且生效呢 就想免年费优惠了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啰 第五名呢 是国泰世华的Qube iCash卡 这个iCash卡呢 你只要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附加iCash功能 你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好康 持众所税单造小期缴费 并且将Qube iCash卡 放在白色的感应机台上面 跟店员说 我要使用iCash支付 那么只要扣款成功 你就会在次次月 拿到10%的OpenPoint点数 它送你的OpenPoint点数呢 有两年的效期 如果你怕点数到时候过期 都不知道干嘛 你可以趁现在有缴税活动的时候 赶快来缴 水费、电费、瓦斯费 只要超商能够刷得过的 通通都可以把它抵掉哦 那这张卡片呢 不用担心有年费的问题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直接扫QR Code 就可以申请咯 第四名 新桓OU数位账户再加上OU点点卡 这个呢也是新户必备的神回馈组合 只要你是2024年1月1号起 申办OU数位账户的 你就是新户 那么你每个月呢 都可以透过新桓怀引现金回馈卡 或者是OU点点卡 在超商绑定三个行动支付 FamilyPay、Open钱包或是HighPay呢 做的消费跟缴费都是拿得到回馈的 那你每个月呢 可以刷5000元 最多呢 可以拿到6%的回馈 就是300点的回馈 那超过5000元到1万元的消费 只有1%的回馈 最高呢 就是350元的这个刷卡金哦 活动期间是1月1号到6月30号 OU数位账户呢 还是要设定来扣缴信用卡的卡费 这样子才符合资格 那他赠送的是刷卡金 可以折抵次期之后的新增消费 免年费门槛很简单 你只要是数位账户 他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还有活动加码 你只要跟团开户并且回报 我就送你100点宝可木曼奇积分 也就是100元的回馈啦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直接扫QR Code就可以上车了 第三名呢是统一企业联名卡 这个统一企业联名卡呢 早期在推出来的时候是有iCache版本的 但是现在申请的时候 这个iCache的功能就不见了 非常可惜 你只要呢 使用它的iCache功能呢 每个月在超商来进行自动加值 这样也可以拿来做缴费的部分 缴1万块钱可以拿到300点的点数 就是3%的回馈 那它的递销是3000元 也包含iCache自动加值 你可以把这张卡片当作是3%的缴税费生卡 非常的好用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拿到的OpenPoint点数呢 也可以事后再来折抵水费电费 其实也很好用哦 有兴趣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扫码申请 也希望中国信托呢 将来能够推出这个有iCache版本的卡片 不然的话就不能用 很可惜啦 星光悠悠联名卡 搭配FamiPay呢 最高有2.1%的刷卡回馈金 每个月可以刷14285元 那你就可以拿到300元的刷卡回馈金 它赠送的是刷卡金 可以折抵次期的账单消费 活动期间是1月1号到6月30号 免年费门槛也很简单 只要认刷三笔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扫QR Code上车了 第一名呢 就是天要下红雨啦 这是台信银行的阿狗狗卡 真的没有想到呢 它会在2023年 就是重出江湖 然后回馈变好了 持众所税单呢 照小七或是全家来做缴费 搭配的是台信Pay 把台信阿狗狗卡 绑定在台信Pay里面 出示QR Code来扫码结帐 就可以拿到3.8%的现金回馈 不论是消费还是缴费 确定都有哦 这个超商单笔支付限额是3万元 所以请你在拆单的时候 不要超过这个数字 超过这个数字 超商会缴费失败 活动期间呢 是2023年的4月份 到2024年的3月份 总共有12个月的结账周期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回馈 在小七跟全家 直接刷卡是没有回馈的哦 一定要绑定在台信Pay 才能够拿到3.8%的回馈 责售的是现金会在你结账日的隔天 汇到你的RECHR数位账户 只要认刷一笔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哦 除了台信Pay之外呢 全盈加配一样也有 在这两个通路 这两个行动支付呢 每个月不要刷超过30303元 都可以拿到3.8%的现金回馈 持众所税单到全家去做缴税哦 再把台信阿狗狗卡绑定 在全盈加配里面 出示扫码结帐 一样就可以拿到3.8%的现金回馈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一样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 大额刷卡的推荐排行榜 当你的缴税金额 大于30万元以上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的就是 直接刷信用卡 然后可以吃到银行加码的回馈 还有分期零利率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 从第一名到第四名呢 我们依序来跟大家解说 第四名呢 是台信银行的财管会员 或者是无限世界卡 他所给你的是 现金回馈0.368% 或者是18期零利率 那这个0.368% 他的上限是10万元 所以回推呢 你大概可以刷个2717万元 或者是分18期零利率 那么你的2000多万元呢 放在银行里面胜利息 我相信应该是比0.368%还要高啦 所以这个大家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5月1号到5月31号时间 可以来做缴费 财管会员包含富裕会员 是资产100万以上 或是尊绝千万金钻跟翡翠会员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台信卡 第三名 国泰式华的世界卡或是Qube卡 他送的是0.38%的等值日币回馈 你必须是财富管理会员 就是放300万往来 才可以拿到0.3%的日币回馈 那你的缴税金额也要超过30万 才可以拿得到 一般成员就是0.25%到0.35%之间 你的刷卡金额呢 可以记录世界卡的年度消费金额 像世界卡是一年刷80万 免这个2万块的年费 那如果你是刷40万 就可以免1万块年费 平常如果都不刷卡的呢 你用众所税把它灌进去 其实你也很快就可以达到 这个免年费的门槛了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Qube卡 第二名呢 是玉山银行的新宇航空联名卡 100元1里 最多可以拿到20万里 所以回推呢 你可以刷个2000万元 可以拿到20万里 而且可以同享分12期零利率哦 这个还不错 但是呢 它这个只限定 收到EDM邀请者才能够申请啦 那有兴趣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上车了 它的分期零利率可以分6期 或是12期零利率 你只要缴税满1万元 就可以申请了 最后最推荐的第一名是 中信华航联名卡 这个中信华航联名卡 虽然说 呃 华航的里程 兑换比例慢慢的改叉 就越来越难换了 但是呢 它的里程价值还是非常的高哦 所以 这次到底要怎么赚回馈呢 来跟你看一下哦 刷100元 累积1里 所以你的缴税金额越高的话呢 累积的里数就越多了 当你缴税满2000万的话呢 会再额外加码16万里 所以最高可以拿到36万里 这36万里呢 相当于2.45%的现金回馈 你的里程价值会依据你 当下兑换的机票之现金价格而定 所以其实是浮动的 不见得是2.45% 有可能是3%或4% 就看你是不是换 非常非常昂贵的时段飞出去 那这样你的价格就更高了 重点是 这次中信呢 除了里程回馈之外呢 还可以拿到12期零利率 所以这12期零利率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本金呢 放在银行里面升利息 然后每个月依序来缴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直接扫QR Code 来申请一张中信卡 再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新户办卡 有没有什么好康 第一个 HSBC的信用卡 不论是旅人卡 还是现金回馈预期卡 或者是会赚卡 只要申请 拿来缴税 就可以拿到1%的现金回馈 它的活动期间呢 你可以刷5万块钱 拿500元的现金回馈 这个还不错 有兴趣 这个可以扫QR Code申请 第二个的话呢 是刚刚有介绍过的 星光OU数位账户 再加上信用卡 你只要申请之后呢 除了你的账户 可以拿到3.125%的高利活储 大概存半年 可以赚个3,150元的回馈之外呢 你还可以拿OU点点卡 在超商来做缴税的部分 缴税的部分呢 每个月刷5000块 可以拿到300元的刷卡回馈金 大概是6%的回馈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赶快来扫码开户 这个也可以拿得到回馈 第三个呢 就是台信银行的官方活动了 如果你是台信新户的话呢 申请台信银购口卡 在指定的官网来做申请 而不是日跟团哦 那不一样的 你就可以拿到10%的回馈 那上限是1000元 很少有银行的新户手刷 你可以来到1000块的 所以你缴1万块的税 可以拿到1000元的回馈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三个方案呢 都提供给大家参考 什么是拆单呢 分次缴居然还可以赚刷卡回馈 拆单赚回馈 其实是国税局给消费者方便 你可以在超商缴税的时候 超过3万块钱的部分 可以分两单 你这样子就不需要 就是一定要刷信用卡 你今年要缴的税是5万块钱 你就可以拆一张单2万块钱 一张单3万块钱 那么你就可以分两次缴纳 就可以完成这个年度报税 缴税的这个动作了 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只要扫我们画面中间这个QR Code 填上你的个人资料 就可以产生国税局的缴税单了 这个缴税单呢 你就可以拿到四大超商去做缴税 拆出来的单子 就像是一个A4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把它印出来 而且重复使用 这同样的金额你也可以随便去做更动 都不用担心 其实都可以 这样子缴到底有没有回馈啊 我这边呢就实测给你看 第一个 我先用agogo卡来做实测 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4月6号的时候 就已经有拆一单7,843元 然后在全家用全银支付来缴 23号结账的时候 你看 真的耶 精选消费30303元 加码3.3% 所以可以拿到1000回馈 所以确实是有回馈的 那前面两笔呢 是缴牌照税也是有回馈的 第二个呢 是台心 gogo rewards 卡的实测 其实我有缴了2000块的众所税 就是从3月多缴到4月多 都优先拆出来缴了 结果呢 精选通路消费2225元 获200点 所以也确实是有回馈的 第三个呢 OpenPoint点数折底的部分 那这个呢 也是我个人特别去做测试的 透过OpenPointAPP的这个条码 来跟他讲说 我要折底 那折底完之后呢 真的不用缴钱耶 然后1万块钱就缴进去了 所以这个点数抵税 是100%可以去做的 最后啊 这些税单到底有必要拆这么多去缴吗 有必要多缴吗 其实真的不用 你只要上国税局呢 去查出你今年要缴的税是多少 稍微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做分批缴税 你就可以拿到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税单 其实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那你有没有必要缴那么多呢 其实你多缴的钱呢 也要等到半年之后 你才能够拿得回来 但是这些钱呢 你放在银行里面 升利息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希望呢 透过今天的三个排行榜 小额中额大额的缴税排行榜呢 能够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缴税方式 如果你上面也有亲友在烦恼 今年到底要怎么缴税呢 欢迎他来看一下这支影片 我们这部完整的解析 你就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缴税赚回馈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